陶静怡静怨与李里仁带着儿子小龙和爱犬偶逆到台南旅行 并与同游台南贾经文一家四口相聚 双方的互动随即引发网友关注 陶静怡日前就晒出数张玻妞的照片 并幽默地称呼她为媳妇 希望她拍照可以正常一点 直接照片中的玻妞 做出各种搞怪姿势和表情 活泼好动的连陶静怡的儿子小龙都抓不住 可爱的模样随即吸引许多网友狂赞 纷纷调侃玻妞没有偶像包袱 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 她还躺在莉莉人怀里 模仿贾经文喝醉的模样 随即调出本尊回应 自称亲家母的同时 还自爆自己喝开心还会唱歌 搞笑追问陶静怡是否要邀请自己和玻妞 到小巨蛋高歌一曲 陶静怡见状已幽默回复 OK反正不接受退票 过去的互动笑翻全网